Erik 我們來的咯 你就說可以教授我怎樣去練習這套環節膜呼吸方法 那我現在就將時間交給你了 OK 那首先我想示範一個 就在書那裡都會有寫出來的 就是在那個人體復原工程這本書那邊 這個手法在文字上面就記載了 暫時來說我就不知道阿中元他身體有任何的毛病 到現在這分鐘他都很神秘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大概這個時間我相信做到一分鐘左右 看看那個後果是怎樣 首先我希望阿中元就調轉個人來坐 OK 把那個額頭就放在手上 那我就在他後面做一些動作 好 如果是配合的話 就是做呼吸這個動作就已經足夠了 OK 首先開始第一次來的呼吸 或者你跟著我的節奏開始 吸氣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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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4 more 好,所以做得三次 好,兩次 一次,好,接著人就慢慢坐直 坐直,一直,做得很好 好,甚至乎向後挖挖,OK,這個動作 我先說回剛才練習呼吸的過程 或者感覺如何 當你按著我背門後面的位置的時候 感覺我呼吸好像跟你手指弓是在對抗的 亦都感覺好像所說下早的部分 跟你之間是有一個互動出現 那頭幾下呼吸呢 我開始慢慢去調節 接著去到最後那四下 我就發覺要比之前更加用力 我不知道我剛才的感覺是否正當呢 你的感覺在你身上當然是正當 但是你那個之前那個問題 應該你是腰下腰很低 那類的 那類的 小小啦,或者是有時候有腰痠 是的 嗯,那現在你想解決的 你哪方面的問題 我想跟都市人一般的問題都是 因為經常都要對著電腦啊 有肩頸痛啊 這樣啦 或者可能坐得多啊 壓著肺啊 或者呼吸不暢鬆 我想一般都市人都有這些 都市毛病 是的 那你想不想解決了你的肩頸上的疼痛問題呢 當然想啦,今天見到Eric當然想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那這個就 屬於結構學上面的調整啦 那那個橫甲膜上面的呼吸呢 就起碼可以幫到我們那個三招上面的放鬆先 那如果是你放鬆了之後 我最幫你調呢 我相信那個效果就很快 好 那你都要配合呼吸的哦 雖然我按你這個位置呢 好像連帶不到跟你那個肺裡面的活動有任何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頸上面的問題呢 就 跟那個胸腔那裡沒有任何聯繫的嘛 剛才我壓到你的腰那裡 都跟我們的腹腔啊 跟胸腔那裡都有聯繫啦 那呢 那 或者 麻煩阿鍾Sir你坐一坐 轉轉一點點啦 那我要在這裡做 那 那 這個我相信呢 你會有一個很明顯的你覺得 頸上面的放鬆 嗯 那待會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竅門的 嗯 不用跟 不用介意一下 好了 首先呢 你深呼吸一口 好 呼 會不會覺得痛啊 哪裏痛 我啊 我的手那裏幫你摘 這裏有 有啊 OK 呼 好 好 睡上一點點了 嗯 吸氣 呼氣 會有些痛的 會有 嗯 好了 最吸 最呼 好了 那我做了這三次這樣的動作呢 你自己感覺一下 嗯 左右頸的感覺 有一點鬆的感覺 有一點鬆的感覺 是 你可以忍得很痛 我忍得很痛 可以 可以忍得很痛的 那我就不是怎樣留手了 哈哈 OK 吸氣 會不會特別痛一點呢 會 因為你大力了 對啦 大力了一點點了 好啦 再來那些 啊這裏才是問題 這裏有一個結 有結的格 這裏我做多兩下呢 嗯 這裏頸那裏 我希望呢 阿鍾Sir 今天能夠 八成到九成 這裏頸上面的改善啦 好了 這裏還有沒有通呢 嘩 感覺 剛才我們真的 他用重全力去 擦我這個位置 沒有啊 一個經驗位 OK 是可以感覺到 他在按壓的時候 是有個結節在這裏的 是 他一按的時候 跟著結節上落 是 是 那我當堂呢 有一陣氣 弄上個頭 是 是 現在我的感覺是 好像 輕鬆了的 輕鬆了 可能就是 好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為什麼會痛呢 就是因為那些氣血 或者經驗的氣不痛 那現在我感覺是 有一些 打通了的感覺 有幾通 有幾暢通呢 我未完全可以形容出來 但是跟之前和之後呢 是會感覺有一種 有些氣是 衝上來的那種情況出來 是啊 這個呢 我用這個方法去幫很多 就是 做醫診也好 幫一些的人 需要去改善肩頸的問題那些 那些呢 我一做完之後 有些人甚至乎覺得 好像衝到那陣氣 那陣血衝到上去 會有一種 暈暈的感覺 但是這個呢 我相信 我知道 那些氣血 在調整著 過往是封閉的 現在一打空翻的話 那血氣一走得快 都會有少少個暈 當你坐下 深呼吸幾下 就已經猛了 那當然啦 剛才我的手在你後面 大家看不到吧 是 或者呢 現在呢 剛剛好 我不用動了 你轉身的話 我做你那邊的手 就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好嗎 OK 好了 那椅子也坐得舒服一點 好嗎 不是 你調過來 全部都調過來 那椅子 你先起床 OK 這樣你背向觀眾坐 OK 那可以這樣 OK OK 那我們 我們要找那個位置 大概是哪裏呢 就是手肘對上少少 那我不用什麽月位 經絡 那些去講 總之 後面那個位置 手肘尖那裏 對上這些 那裏你開始了 那 被做那個 一定最好放鬆 因為你掌緊了 我都做不到進去那個 根那個源頭那裏 好了 吸氣 配合吸氣之後呢 我就輕輕游下去 剛才阿鍾Sir說 我用很大力 其實都不用的 現在都有了 開始游 開始游了 好 最吸氣 最放鬆 如果是我計算 那個磅數的力 我現在所用的話 基本上都是 10磅8磅力 嗯 10磅8磅力 如果是按下去 麵粉那裏 我想都是3、4磅的力 都不會太大 這裏 這裏都有 當你發現到 有結節在裏面的 滴度滴度那些 我就不用經絡那方面去解釋 但我見到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處理了 基本上是一個結構上面的改善 而影響到一個功能上面的改善 我自己 現在我的手放在這裏 拿著拳頭 我把這隻手 都同樣放在我那個 剛才按壓的位置的時候 自己這裏轉一下 手已經做到這個動作 是的 很簡單 是的 甚至乎有些人說 身體的協調性 沒有那麼好的 你放這隻手出來之後 用拳頭 打一下那條筋都可以 那其實我們剛才做的這個運動或者練習 是甚麼原理或者對我們產生甚麼效應呢 確實會是 那 果然是一個很專業的訪問家 尊足到這些動點我們需要去了解的 那如果是我說 我現在成為一個衣架 這個是一個衣架 那我們的頸椎呢 其實是一個最受力的位置 當你這兩邊 經常使用它的時候 這裏會跟它產生了一個 共力的效應 經常拉扯著 我們頸椎上面的問題就會出現 那些肌肉這裏僵硬著 我們這個活動才可以做得比較靈活 如果這裏放鬆的話 你這個不會產生有力量出來的 當我們這麼簡單看這隻手的時候 拿著一隻Mouse 拿著一隻老鼠去做抬頭工作 你一路在移動的時候 其實這裏的肌肉呢 都一路在繃緊的 是啊 癲就肌群去協助整個手部的運動 是啊 所以呢 如果你不把這些 一些硬了的肌肉去放鬆的時候 那些血點會走上去呢 如果按照這個原理 其實我們可以解決很多 例如是網球爪啊 五十肩啊 肩頸痛啊 或者是一些叫做 我們大的邪方肌痛症的問題 是啊 這個就已經有很多人在受危了 如果是你們 希望自己都可以改善到這些問題 坐在那裏又可以做 看電視又可以做 甚至乎你上一間網 要看網頁 不需要用著老鼠的時候 你都可以自己做一下這些動作 甚至乎我一個朋友 在馬來西亞 他開車來接我的時候 一見到我就很開心 但是他駕駛的車送我們回去 整個車的時候 我就立刻幫他在旁邊的工作 下車他以為已經解決了頸椎問題了 嗯 剛剛剛剛就做完 Eric教我那套功法協助之下 我感覺現在肩頸是真的鬆的 特別是 因為之前我做這個訪問之前 都經常用電腦 感覺都比較緊緊 現在做完之後 我的感覺是肩膀輕鬆了 我學了一個方法 原來自己敲打 在那個 iPad椅子上 自己錄都可以達到這個鬆筋的效果 真是 是 自己都是國內人 因為我自己享受過這個動作 得來的成果之後 才用在別人身上 我相信這個是絕對安全的 有些不舒服的反應 你可以把那個力度 和做的過程 就不需要被人做 自己去控制 就來得更加安全 Benefit 一定有的 其實好像我們這些 都市人 用電腦 用手機 一般常見的問題 可以得到幫助之外 這一套橫膜膜呼吸療法 還可以對峙什麼的毛病呢 基本上 如果我單憑在結構上面的偏差 而影響功能的發揮的話 我就是做結構上面的調整 如果是涉及到 如果是醫療上面的 技術上面的問題 我想需要交給那些醫療專家 才去解決 基本上 譬如我剛才所說 這個是一個 醫架的原理 你的壓力點在哪裏出現的話 我們就舒緩了這些壓力 從結構上面調整了就算了 我的研究方向 基本上是向著這個 好的 如果我想學這套技巧方法 我們怎樣可以跟你學到呢 那我就有很多的 經過我去調整了身體的病人 那她說 我都很想了解一下你的完整的概念是什麼 所以 都是她要求的情況之下 我也開了很多期了 那就可以的 如果是有整天的課程去教 我相信一個禮拜的時間 全日才可以學得到 都是一個入門的初階 會不會有幾多招 幾多式去練習 嗯 其實招式 可能你學完之後 你自己都會發現到一些新的方法 你回來教我 好像這個動作那樣 其實是一個小朋友 留意到他的動作之後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那我就試一下 跟他學了之後 哎 原來 真是可以解決到我們這些問題的 那 我相信 我能夠 帶得到大家 給大家的 就是一個基礎的形式 之後 加上我現在所有的手法 你是可以基本上 家裡的人都會得到健康 嗯 譬如好像你的腰痛啊 肩頸痛啊 那我 都會出去做疑診 那 我都很想分享一下 這些小小的疑診經歷 給大家知道 好啊 有些什麼你在二層裡面 遇過的個案是特別難忘呢 嗯 好像去年我去馬來西亞那邊 那 一班的老人家 在一個教會那裡 他們叫了來 那 這些老人家基本上 都是身體很多問題的 那 有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 她是O型腳 是 O型腳 拿著兩支拐掌來走路 那 還要帶著一個四十幾歲的智障的兒子 那 我現在即時去幫她做 解決了她的問題 但是 如果 我離開了之後 沒有人繼續去幫她的時候 她同樣都會 改善不到自己身體的狀況 那 那 我就會 想一想 站一旗圖 之後 咦 突然間有一個很好的概念 我怎樣可以 教這個 四十幾歲的智障的時候 這個兒子 去幫她呢 那我就教她做一個姿勢的動作 在一個半趴的姿勢的動作 跟著就叫她兒子 坐在她的後面 坐在地下 靠著她 靠著她的腰 都 很奇妙 幾分鐘之後 這個婆婆 她自己排起來 拐掌都不用 自己可以走到路 那麼神奇 究竟是甚麼原因會這樣 其實 重點就是在這裏 那個橫甲膜 如果我們放鬆到之後 包括其他的肌肉組群 影響了這個橫甲膜的肌肉組群 都能夠放鬆的時候 血氣一通回她的腳 她便能走到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她之前哭到 就是氣血不到 就沒有力了 身體下之 血和氣 氣會產生了氣壓 氣壓如果是過大的時候 同樣都會障礙我們的血循環 用這些觀念的話 如果我能夠即時幫她 改善到這些問題 起碼我離開了之後 都不需要這麼掛心這個婆婆 她一個智障的小朋友 一個四十幾歲的人 雖然她在一個智障的狀態之下去生活 但是一些簡單的動作 她都做得到的時候 我相信我的祝福已經是給了她們了 好的 好的 Eric 在到最後的時候 我知道你其實都對養生 有一些認識 或者是你的見解 除了這個橫架默了法 你有沒有一些智慧 可以跟我們觀眾分享一下 看看你如何去了解一個結構的時候 我相信你的了解是怎樣 你的理解是怎樣 就會影響了你的處理手法是怎樣的 那這套的概念 就慢慢形成了 我自己現在有一套叫做驅幹調整的概念 那為什麼會分驅跟幹呢 在英文之中 這個英文字眼是叫做somatic somatic就是代表了一個個體 一個個體都是完整的 每一個個體都是完整的 甚至乎一個缺行的個體都是完整的 那這個個體如何去理解的時候 我就會把驅身體這個部分 還有幹、手腳、四肢去分開去理解 那這樣分開就好像配合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去理解三招的問題 那如果是說打坐 舉個例子 打坐你是可以說有對身體的機能上面 一個調整的一個好的正面的動作 那會不會就是你靜止了你的滋幹 那個血氣的使用的時候 那些血在這裏 內臟器官那裏一邊循環 去乾淨這些血的重率 就會多了和快了 那我用這樣的理解 我不知道 就是希望在這方面 能夠突破了少少少 我們過往思維上的一個觀念 那今天呢 我雖然就是短短一個 一小時的訪問 那但是我自己在Eric身上都學了很多東西 還有親身感受到這個環隔膜呼吸 就是對我身體起的變化 還有幫助 那我今天很感謝Eric 是 謝謝大家 好 你現在看的是 聲咧網台 終身學習 全民聲咧 找東西學 想聲咧 我以為是